跟你说一个惊人的真相 很多时候 疾病的出现是你吸引来的 记下来的内容很专业 但你听完了一定会有收获 甚至可能会改变你接下来的生活 我先跟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案例 前段时间 我有一个客户找我咨询 她跟老公结婚七年 迟迟要不上孩子 试管也做了 年年跑医院检查 两人身体也没有什么问题 但就是不行 所以她特别焦虑 后来在咨询过程当中不断深挖 我就了解到 她特别厌恶自己的婆婆 然后在网上刷到很多宝妈说 自己生了孩子 孩子的长相性格都像婆婆 所以她很担心 甚至过去她有一个强烈的愿望 就是只要我的孩子不像我婆婆 让我怎么样都行 可你想 就是这种内在的冲突和焦虑 让她潜意识地 对怀孕产生了强烈的抵触 其实不只是她 以前我还看过一个案例 一个女孩出生在 特别重男轻女的家庭里 所以她从小就不认可自己的性别 她恨不能自己是一个男孩 这样弟弟就不会出生了 爸爸妈妈就会给她全部的爱 后来她患上了子宫癌 最后不得不切除子宫 像这类身体问题 在精神分析理论当中 就是潜意识冲突的外化 是在回应人内心 极其隐秘的冤枉 疾病除了是潜意识的外化外 还跟两种动机有关 第一个 减轻生活压力 你有没有发现 有时候你很不想去做一件事情 或者极力逃避一个什么事的时候 身体就会开始不舒服 比如头疼了 发烧了 崴脚了 因为这个时候就能被迫休息 逃避压力 还不用内疚 那第二个 渴望被爱 有些人潜意识已逝 不能接受自己是健康的 因为只有生病的时候 才会得到家人的关心和照顾 就像我有一位来访者 老公长得很帅 事业做得也很出色 他又特别担心老公会出轨 所以隔山差五的就会生病啊 因为一生病 老公就要推掉应酬照顾他 所以反而生病的时候 他是最有安全感的时候 再比如我接触过很多家庭咨询 夫妻感情不好的时候 孩子就会生病 因为只有这个样子 父母两个人才会一起关心 照顾孩子 没有时间再去吵架了 所以我总结一下哦 有时候身体的疾病 就是心病 是人潜意识力 想通过把自己变成弱者的方式 去获取某种优待 但结果无疑是一种 与恶魔的交易 所以如果你现在 有躯体化的症状 一定要重新审视 自己的身体和健康 看看你是不是不自觉地 许下了某个隐蔽的冤枉 如果有的话 去觉察它 然后取消它 感谢法果 Stack 谢谢你 记住 我